选择在哪里开展临床实验不是由政府决定的 而是由疫苗研发单位根据它的需要来决定的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联系的话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第二的话我跟大家说在哪里开展临床实验 特别就是指的三期临床实验 它是有条件的 在什么地方适合呢 有三条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话必须是正在持续发生生疫情 第二的话有较高的发生率 第三条的话 当地的民众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 而且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因为我们国家的发信控制非常好 你刚才说的上述这几个地区啊 发生疫情以后我们都迅速清零了 是吧 这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 因此的话呢 不符合我上面说的前两个条件 所以的话呢 你说这个这个三期临床实验的话呢 不适合于在这些地区开展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